十個部落代表手持火把 結果象徵傳遞生命文化的火苗 揭開一年一度排灣族的收穫祭 屏東餐地們向各部落 居民盛裝穿著竹服 肩上挑著豐壽的農作物跟獵物 一同共享收穫的喜悅 祭典依照往例延續了傳統技藝 部落歌謠跟勇士舞競賽 也擺設工藝農產等特色產業 另外巴巴風災後 移居到馬家鄉的好茶部落居民 以小米為主要農作物 小米收穫祭的第一天 七年要學習跳勇士舞 並舉辦獵人祭 與稱為他比的烤小米餅儀式 這時候婦女是不可以進入技場的 依照傳統要依烤出的小米餅 占卜農作跟狩獵的情形 由於儀式的細節已經失傳 以及基督宗教信仰的影響 現在以口語祈禱取代占卜 居民說也有同樣的意境 不管是獵人祭還是收穫祭 對排灣族與盧凱族人來說就像過年一樣 一方面要感謝祖林的眷顧 也象徵一年的結束跟開始 記者歌手 屏東3D門馬加上報導